嗨,大家好,最近都好吧 温哥华是到冬天就一直雨多 最近一直下雨,今天雨了一直下了一天 但是我回到家看看兰花就挺开心的,是不是 今天我主要给大家想做一个后续的分享 就是上个星期我新买的这一盆 迷你的文心兰,我看因为之前换了盆 基本上是裸根买来的 把它换了一个新的植料里面,新的大的盆子里面 我们现在看看它的情况怎么样了 之前呢,那个视频已经看过了 当之前是带了四个花梗 我把花梗剪掉了 然后把当初来的时候就有一些黄的叶子 我看一下我上面,也是给它剪掉了 现在上盆一个星期 我感觉它应该还不错 对不对 虽然有的是,现在有一些叶子也能看出有一点发黄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看它的 它的这个甲铃镜啊 它的这个水度吧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一,也没有干枯啊 第二,也没有变得就是发黄啊 或者是发黑啊 也没有任何的颜色不正常 反而显得就是比之前来的这个 这个呀,这个甲铃镜啊 会显得特别是这个 显得更饱满了 这个是之前是更酷一点 我觉得它现在好像显得更饱满一些了 毕竟经过长途运输嘛 对吧 它会 它会 有一些反应植物 但是现在到了这个新的环境 我发现这一个星期 它应该还适应的还不错 有的地方会有继续发黄 像有的地方会有发黄 但是我觉得这是正常的 只要不要 只是 如果不要觉得它 哎呀,突然大面积的就 蔫了 黄了 那就是肯定它是有点 不太适应,没弄好 如果现在像这样的 轻微的有一些黄叶子呀 对吧 或者增加一点黄叶子 我觉得这都不是问题 它会因为总是植物嘛 你本来你把它根 就像一开始看那个视频 我把它根 基本上大部分原来的植料都去掉了 对啊 对它植物的本身还是有伤害的 但是就是说 到了新的环境 如果这个环境 哎,非常舒服 非常适合它生长 它慢慢它就会适应过来 就会长得很好 看看现在整个植株 我觉得都是比较挺立的 健康的那种样子 我相信就是有一点点黄叶子 这没有什么大问题 即使它整片叶子现在 如果像这片叶子 它即使整片叶子黄掉 我也相信你看 它会有很多 它之后会有新叶子会冒出来的 只要它的根茎 茁壮 它会冒出新的叶子来的 所以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这都是正常的植物适应环境的一种表现 因为它必须减少它的能量的输出 所以它才能有更多的能量的积蓄 对吧 它才能有劲 有力气来适应新的环境 然后这一颗基本上我觉得算是移植成功了吧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点点经验 然后呢 就是这个迷你文献呢 就是我换盆之后 我们应该把它放在什么地方 这我也想讲一下 第一哈 一定不需要阳光直射 一定不要阳光直射 就是像冬天 我们把它放在室内的话 我们也不要靠的像 我之前我分享过 我那个卡特兰 我就是把卡特兰的话 我把它放在那个窗户的最外面 对吧 就最靠近窗户 最靠近玻璃的那一层 但是文献栏不需要 你把它要静往里面放 要靠的里边近一点 就是阳光不要直射的它 要给它一个温暖的 稍微阴凉一点的环境 我觉得是适合它的 因为如果你靠玻璃太近了 如果像温哥华有时候太阳出来的话 就会屋里会比较暖和 那么靠近这个窗户近的地方 它的温度会比其他地方 会要高一些 可能是你刚换盆的 这个文献栏是不适合的 然后也不要把它放在 很冷的地方 就尽量地把它放在 比较温暖的 但是不要阳光直晒的地方 我觉得这是比较适合它的 而且之前我们也讨论过这个植料 我这个植料是泉水台的 因为它喜欢 文献栏的根比较小 它喜欢潮湿一点的 松软一点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 非常推荐用这个水台 所以现在已经 你看现在一个星期之后 这个植料还是很湿 摸起来特别湿润 这就是它喜欢的地方 但是不会有积水 因为这个盆呢 它都是这样 它水会及时地漏出去 但是湿气会保留住 不会让它非常干 基本上 然后说的话 还有其他就是阳光水 肥料 还有肥料的问题 就是刚换盆的植物 一定不要施肥 刚换盆的兰花 一定不要施肥 只要保证它的水够 阳光 不要直晒 它就可以了 不要施肥 施肥反倒会让它的根系 不舒服 因为营养太多了 就跟一个就是 瘦弱的人来说 生病的人来说 因为它毕竟移栽了 你动了它的根 对吧 换了新的环境 对它来说是 一件比较难的事情 然后你又给它 大量的这个能量 它身体是承受不了的 虚弱的人 是不适合大补的 所以植物也是一样 你不能给它大补 就让它先慢慢 适应环境 它生了根 叶子长好了 你再慢慢给它施肥 而且记得是 薄肥 给琴师 这是我们一直也 比较强调的 行 那如果你在 宜栽当中 你有些什么想法呀 或者你有些什么经验 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非常谢谢您 再见